援助党暴击双神战双神 斗罗最新261化来了 玄机改动巨大 非援助党或者不在意援助的 还是值得一看 相比起之前的正片剧集 双神战双神的画面质量 以及特效水平都有明显提升 宏大场景的表现也确实挺有感觉 用来当壁纸应该问题不大 当然这一集的MVP 还是要颁给小五姐的 九天之月大招 不得不说 这个大招真的帅 那么我们夸完也得说说缺点 可能是因为前期需要铺垫的缘故吧 剧情没有展开 也没有太大的爆点 整个一集看下来 感觉就像没看一样 采用多线叙事 也会让人觉得有点乱 不过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 后面两集才是决定特别偏 质量到底如何的关键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回到主线 自从唐三成神之后 修罗神就时不时的 勾引他传承修罗神妹 小五看到被修罗神困扰的唐三 他于心不忍 便想着由自己来试试看 能不能得到修罗魔剑的认可 如果成功的话 他就可以为唐三分拥 同时之后 他也能一直陪伴在唐三身边 在修罗魔剑的影响下 小五身上出现了奇怪的斑纹 他被修罗魔剑涌出的能量缠住 唐三的修罗领域也跟着 被牵引进了他的身体 很快 修罗魔剑就和小五完成了融合 唐三本以为小五会受到影响 可奇怪的是 小五的反常行为都是装的 自己的修罗领域 也没有完全融入到小五体内 还没等他多想 千刃血就已经按耐不住 要找他对决 此战已经无法避免 唐三只能安排其他六怪去镇守嘉陵关 哥 一定要相信 他独自一人去找千刃血 唐三 你终于成就海神 拥有了与我敌战的资格 为了减少伤亡 唐三和千刃血开启了神战 双方约定 输的一方不得发动战争 赢的一方也不能欺压另一方百姓 海神唐三和天使之神千刃血 一方代表海洋 一方代表天空 海神浩瀚无边 天使之神神圣伟岸 两方的对决搅动着风云 千刃血神迹不断 面对强势出手的千刃血 唐三选择剑招拆招 神与神的战场火药味十足 然而嘉陵关战场却异常诡异 之前在战争中死去士兵的尸体 忽然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武魂帝国大殿上 比比东坐于王位之上 他早已被剥夺统帅之职 供奉团又怎会容忍他的这一行为 降魔和千军斗罗 当即就向他发起了攻击 比比东丝毫不乱 他身上涌出许多圣人的黑烟 狙鬼两位封号斗罗 更是鬼一般的复活 而且实力还比生前更加强大 降魔和千军被其轻松羁绊 比比东拥有着 令死人化为亡灵的方法 只要武魂帝国向天斗发起进攻 他就能利用死人来组成亡灵军团 供奉团在比比东的种种条件诱惑下 答应发兵天斗 很快两大帝国再次交手 战火纷飞 双方士兵誓死如归 无尽的战场随时随地都有人倒下 战场之下 埋藏着比比东布下的大阵 一旦有人死去 就会被阵法转化为能量 这个阵法除了能让死人化为亡灵外 还能加速比比东成神 没多久 他就已经获得了进入传承之门的机会 战争还在继续 天都有史莱克六怪助阵 压力要小伤许多 小五之初 伯怒唐怜 将几位武魂帝国供奉击退 紧接着又抓住机会 释放第九魂祭 武魂帝国司贡凤 看着迎面而来的大招 连忙施展烈焰屏障抵挡 可惜如今的小五已经96级 而且还有宁荣荣的超强辅助 他又怎么抵挡得住 最终司贡凤隐命 眼见大势一去 武魂帝国只好撤兵 天斗大军也没打算放过他们 便纷纷追了上去 众人一路追至武魂城前 可却在这时一变横生 一条恶龙突然从地底冒出 无尽的黑烟很快又将天斗众人笼罩 大量亡灵也从地底钻出 恐惧在不断蔓延 局势反转 天斗开始陷入了被动